第四季 第四季 我是不是有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佈置或裝潢你家的時候 找家具真的好難喔 因為有的時候空間都這麼小 你找了找了找了老半天 就是找不到適合的 該怎麼辦呢 文玲 其實這個時候啊 我們可以選擇所謂的定製家具 那定制家具顧名思义它其实就是量身定做 比如说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它可以依照我们空间的大小 如果说今天我的客厅它比较不方正 或者是背墙它稍微比较短 或甚至我的背墙比较宽 对怎么办 我就可以依照我们需要的现场的尺寸 来定做我这个家具的大小 那再来有时候是跟空间上的搭配 有时候如果说我的空间是比较特殊的现代一点的 那我想要用到一些师傅他们有办法在现场去做的一些材质 比如类似像钢琴烤漆或者是比较细致的铁工 那这一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以定制家具的方式来呈现 那定制家具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它就是说因为我是定制家具 所以我在现场工地的状况 如果说我的隔间或者是我的尺寸都已经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就请家具店来现场做一个丈量 那我们在工期方面呢就可以节省 因为我可能工地在做油期 但是我家具已经在工厂都做好了 哦就是其实差不多你最后工厂做好 放进来就完成了 好的那在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例如我比较喜欢现代感的那种风格 极简的那种感觉 那定制家具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搭配呢 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风格是非常现代跟极简 那我可能运用到木皮这一些的柜体比较少 那我可能会选用比较多的镜面 对金属 或者是金属 然后甚至是细铁工 有时候是钢琴烤漆 甚至是食材的部分 那这一些比较细致的东西 原则上如果说我们用定制家具来呈现的话 它的质感跟细致度会更提升 对 刚刚你说的是现代风格 那如果我想要那种很乞乏的奢华风 做得到吗 当然可以 如果说我们要做奢华风 或者甚至是古典的风格 比方说我想要比较奢华一点点的绒布 那甚至要拉一些水晶扣 甚至我椅子的扶手 我要做一些弯曲 然后夹一些饰板 喷一些金漆 这样子的比较细致的工法 可能就是在一个工厂 家具工厂比较干净的环境来做 这样子家具的一个定制 它其实效果会更好 哦我懂了 今天方雨也学到了 原来呢 其实我可以例如在图片上面看到什么样的风格 但是我想要实际在家里做一个执行 但是我家里太小不允许 没有关系 有定制家具可以帮助您